曾經帶來香港在2009年東亞運動會衝金成功的金盤坤 重掌港隊歲印 一向注重體能的Kim Sir 第一課就二號隊員在烈日之下操縮兩個小時 話說面對港足世界排名預計會跌至第170位歷史新低 不過熟悉香港足球的金盤坤就相當正面地說 看到港隊代表的熱情和紀律前景是光明的 我在香港工作12年 我知道香港的文化 如果我們不信任其他人 我們就不能成為團隊 所以我們信任其他人 支持其他人 尊敬其他人 早前因為和前主席摩利克意見不合而選擇退隊的李志豪 重返陣營 他說相信金盤坤的能力 因為他之前帶過我們東亞盃進入了一個預賽 譬如之前帶我們南亞盃踢過阿協盃四強 我對他的教球方式有點信心 所以他親自打給我 叫我幫他踢 我也答應了他 金盤坤的任務 除了帶領香港作客馬來西亞打復仇戰 更重要的是下個月初 主場出擊的東亞錦標賽外圍賽 而祝總會繼續全球招聘香港代表隊主席 香港府民電視記者劉英德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